HELLO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把戶外刀 適合這個行山或者這個露營都合用 這把是Tops Knives 的一把 DART 的刀 DART 叫做 Direct Action Rescue Team 是這個 Trace Rennady 設計的一把刀 本身是一個Custom Maker 亦會幫其他廠牌提供設計 這把東西拿出來一看就知道是用來砍的 因為你看到刀的 前面砍的位置 這個Belly 是比中線低很多 這個就是中線 這個就是中線 它是低了很多 所以這把一把斬劈的刀 但是它有一定的Recurve 令它的Slashing 也補足能力 其實這把刀的設計就像Gerga刀一樣 即是Cucrete的設計 有一個肥肥 而且是低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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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dictable 一把 一把就12.75 co 七吋刀鋒 它不是很時急的 最慣用 是一把 CARBON STEEL 用了 5160 大家看看它的規格有什麼不同 應該是選了一隻硬性比較高的鋼 尤其是用刷刷的 9x9都因為1095也不夠硬 所以如果有時刷得太強 最重要的是有機會有刀會在這個位置斷 因為多數這樣設計的刀 萬一用的鋼不適合 當你一刷或是太強影響 這個位置最受力的,多數會斷在這裏 所以它用另一隻鋼應該是這個原因 好了,再看看有些什麼 這個方法刷刷結實很漂亮 不錯,Factory Edge 也算不錯 有個Troyo 位置 可以拿著 批東西 批東西 不會使用手指的 Groove 不適合 就拿得不舒服 後面有繩孔,可以穿繩 就像我所說的做法 繩孔是讓你把繩子倒穿在柄裡 再 wrap 手背 就不是用來就這樣固在手腕裡 那條刀繩,不是的 就是 wrap 刀柄,做到像一個手盒 使刀綁緊在手上不會掉 因為你劈的時候 鋪在手腕是沒有用的 你一掉,整把刀飛去很危險 所以是 wrap 手背,包補不會掉 你看到這裡有專瓶 為什麼會有專瓶? 為什麼會在這裡? 為什麼會在這裡? 那當然不是給你倒轉地拿 或者是倒轉地拿 其實這個專瓶是給你 當你要是一些很高強度的斬坨的時候 有機會是可以拿到最後這裡 當然你也要用刀繩,wrap 整隻手 因為你的 impact point 和握位越遠 它會提供斬坨力越大 即是你揮動的時候 所以多數用來砍的刀 都會做長一點點的病 令到你有需要的時候 你可以握好一點點 可以握好一點點 一般比較輕量的chopping 的時候 你可以拿切一點點 或者切東西拿切一點點 但是超大力砍的東西 你可以拿好一點點 這就是它的設計 最正路的,普通是這些 實有的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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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平的位置 或者有時候這些 可以讓你拿著 這麼用就可以 這些 刀相當厚 相當厚 這個是整 分半厚 分半厚 即是2吋分半厚 那些 製造也挺漂亮的 製造也不錯的 Tops的製造也挺漂亮的 都非常硬正的 即是以經驗 跟很多朋友 很多用家跟我說 是它 你真的用得很粗 它都未是會怎樣 脫得很嚴重 脫得很快 當然你粗用它當然會脫 很正常 但是不會好像有其他廠 很快就已經 看到銀色 那我先分享它的刀套 拉朗刀套 這個是Tops最 最普遍的 不知道為什麼 它就自變了這個公仔 即是以前它用的方式正經一點 但是它用這個 比較好像有點卡通化 不能理解 可能走年輕路線吧 一個可以 垂鯛式的掛 即是掛腰 把刀搖著搖著搖著 但如果你是行山 或者是崎嶇的地方 搖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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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太適合了 那你可以 裝MOLI 裝上袋 甚至打橫裝在腰後面也可以 都可以應付到的 這個賭套 它加了 它是用什麼的 這個 你看到裡面其實是有內膽的 它是有內膽的 它是有內膽的 其實應該是屈了Kidex 所以是不會插穿的 主要的 這個 Retention 是靠用這個 兩個魔術貼的Loop 綁住的 但是如果有些朋友 都是怕死 其實你可以穿繩 穿繩 然後加上那些Lock 固定 有時候我不知道 可能你喜歡 你把刀倒轉Carry 刀柄向下 你怕整把飛翹 你可以容易 再加上一條聖鎖 這個是一個 保險 始終把刀有一定重量 430g 430g 不算很暢 但是如果要倒轉Carry 小心點 一跌出來 湯到哪裡都不知道 好 今天介紹這把 Tops 的Darts 差不多 差不多 總結 我覺得 430g 都不是很重 除非你很瘦弱 大部分朋友 都對於攜帶上 不會有什麼難度 尺寸不錯 不會太長 十鬆一點 寸到 全把都是 都是一個 挺好的選擇 Camping 或者 行山 都 對 有把刀比較穩固 很多時候 因為你永遠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需要 尤其 如果你不是那些 走正路 的行山勁 你會比較喜歡 走一些 不是公司的地方 有把刀比較好 好 今天介紹到 為止 大家記住 介紹朋友 Follow我的Facebook Page Follow我的YouTube Channel 記得Subscribe 按Like 這個 按個鐘 最重要是按個鐘 那些 好了 是這麼多 下次見 拜拜 我來詞 不要緊 我來詞 謝謝